你的对象最容易忘记删除的三个手机细节 这三个地方不查不知道 一查青春的草原在你头上绕 第一个就是通讯录 新的朋友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所有新添加进来的人 挑几个 你觉得可疑的人进去看 如果对话框里面没有系统发送的打招呼信息 那就是你聊天记录被他删除了 如果这个人还是消息免打扰的话 那你懂的啊 第二 打开抖音 随便划个视频点分享 上面会有一个分享给朋友 这个地方出现的前两个人 是他最近私信互动最频繁的两个人 这个是系统抓取的 没有办法控制的 删除了也不会改变 点开这个人的私信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就是删过了这个聊天记录 第三 我们平常用的聊天软件啊 朋友圈里点开他的头像 再点朋友圈右上角的三个小点 点开就能看到他 和所有人的互动形成 想找我聊 首页叫我粉丝寻衣